开会前抢卡位 布条海报统统出马 朝野争夺好位置 但妙的是 民进党立委吴佩毅 张贴轻鸟行动海报 国民党的谢龙介 看了看手指了指 似乎在示意我帮你贴 拿了椅子自动站上帮忙 就是这个举动掀起热议 强调是海报党到了 不是邦民进党讲话 立委吴佩毅还握手道谢 展现双方风度 而场内另个关注焦点 还有他 今天是我们吴思瑶委员 过生日 我们掌声跟他祝生日快乐 掌声响起 喧嚣化为温馨场景 韩国瑜宣布 按登记顺序发言 立委林黛化没有到 轮到第二位黄寿芳 场内依旧脑红红 干脆先祝福寿星吴思瑶 神来一笔也缓缓紧张气息 跟上潮流 笑说要把晚安大小姐 送给韩国瑜 一旁的黄姐在直播上更加码 无法忍受的蓝白扩全 无法忍受的大小蓝 改编歌词大酸蓝白 郭国瘟 中嘉宾甚至组成CP 这场内大跳神曲 有温馨 有搞笑成为 另类焦点 好是新闻 喜许听论SNG小组台北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